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叫刘海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北美艺术家协会举办的支持华人参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列治文的试选 今年我会代表列治文优先团队继续参加试选 选市议员 在这里我想分享两件事情和各位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华人要参选 在这里我想非常感谢我们华人社团联系会的主席王点齐先生为大家介绍的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华人是最早来到碧溪省来开拓这片热土的 在150年前我们的仙桥就已经从广东 从福建 从旧金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参与了整个碧溪省的大开发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仙桥通过淘金 修铁路 最后参加二战 为我们所有的后人争取到了难得的一个投票的机会 所以呢 如果我们华人不参政 如果我们华人不投票的话呢 我们是愧对我们仙桥的 另外一个历史的知识呢 实际上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中国人 没有华人仙桥 各位 你们知道吗 有可能加拿大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因为加拿大联邦在创建的时候 在安省 在奎省的政治领袖 向整个加拿大呼吁说 如果BC省加入我们联邦 我们要为BC省修一条铁路 但是当时没有人 没有力量能够修建这个铁路 正是因为引入了华工修铁路 整个加拿大才可以成为现实 所以呢 我们每个中国人 每个华人都可以骄傲地说 如果当年华人没有来到BC省 今天BC有可能是美国的一部分 不会是加拿大的一部分 这是我要参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仙桥为我们后背 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二点呢 作为新移民 我是从中国大陆天津过来的 当我过来的时候呢 是带上我的太太 我的一个小孩落地到Richmond 我们一住就16年 我的第二个孩子在Richmond出生 他是一个地道的Richmond出生的加拿大人 那16年过去了 我们学到了一个什么经验呢 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什么经验 就是我们的子孙呢 他不可能再回去了 不可能再回流中国了 他会永永远远在这个土地上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 今后在这个土地上成长的话 如果我们这个族群在政治上没有基础的话 我们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所以呢 我也同意 我们原为大姐 像小宝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在努力的时候 不单纯是为我们这一辈 我们也在为我们的下一辈 在做贡献 我在这里呢 我要分享的第二段话是 为什么要选我们 我很同意刚才王主席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 看到一个华人的候选人 我们就会选他 我们选一个候选人 基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你愿意出来为社区做服务 第二个方面 你的政策符合这个城市 这个省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参加列治文市议员的竞选 我三个政策的目标 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擦亮眼睛 来看一看 你身边的候选人 他的政纲 是不是和我们政策一致的 那第一条呢 我们要支持 经济发展 很多人都在跟我讲 说Peter 你说支持经济发展 有哪个市政府 有哪个省政府 有哪个联邦政府 不支持经济发展 大家今后可以认真听一下 在上个月 这个全球在海选 海选什么呢 为世界最大的一个企业 叫亚马逊 海选一个第二总部 美国很多城市报名 千方百计要争这个名额 加拿大也有一些城市 在争这个名额 这个时候呢 温哥华的一个市议员 站出来说了 我不希望亚马逊来温哥华 为什么呢 五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五万个年薪超过十万美元的就业机会 会带动我们的房价 发疯的更解决不了房价的问题 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副作用 在为这个城市运营 列治文同样有这样的议员 他们不希望我们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 他们觉得三号路越来越挤了 很多的人来 对他们来讲影响了打扰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这个是他们现在根深蒂固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政策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政策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从我这个开始 我们一定要我们所有的华人 一定要支持这个社区的多元文化 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要知道我们华人在加拿大是少数族裔 虽然我们在温哥华 在Richmond有可能变成多数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支持多元文化的发展的话 我们的立足之本就没有了 今天反对的是这个少数民族 明天有可能反对的就是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华人社区 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多元文化的发展 和多元文化的建设 第三个我们要支持的 就是我们社区的 all-inclusive development 我们社区的包容性发展 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弱势群体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我们都要为他们在这个城市发展的空间 留下一片余地 让我们这个城市成为欢迎所有的人 包容所有的人 为所有人带来未来的一个有希望的城市 在这里呢 我也祝福今天参与的所有希望参选的朋友 希望我们这次选举大家都取得突破 我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为我们的支持和喝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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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